我是來自宇宇高中的電機科的老師 因為之前有跟陳偉強共識過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彼此有熟識 剛好就知道各位都是學校裡面的精英 藉著自己今天的元席的話 帶各位入門這個Arduino Arduino是一個目前非常流行的 而且很實用的一套軟體 他是幾乎可以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甚至研究所很多人甚至研究所的專題 還是用Arduino來做 那他應用的領域非常廣 那今天的話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鐘頭 那我們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讓你有個入門 那入門之後的話 以後這個東西因為網路上的資源真的非常多 你在YouTube或Google上面隨便打一個Arduino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相關國內圓環 國內或者是國外的通通都有 他們製作的一些成品 寫的一些程式 或者是一些實作的東西的應用 通通都有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等一下我們在講解的過程當中 也會這個拿秀幾樣 讓各位看一下 那今天我們的重點大概是這樣 第一節課可能還是介紹一下 那第二節第三節我們就要實際上操作 那操作的話就是帶各位安裝這套軟體 然後我們也帶了一些硬體的電路 然後要讓各位實際上動手去做 那當然做只是一個基礎的最基本的 入門的一個東西 那入門的東西你會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再慢慢往上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摸索 那希望這個三節課的時期能夠 那首先剛開始可能需要安裝這套軟體 我本來想說我們有在這個隨身檔 可以copy過去 不過我想既然是 那因為網路上的話 你可以進入官網下載這套軟體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同學在家裡的話 你也可以下載 在家裡下載 然後自己在家裡面寫程式 然後自己的話去驗證一下它的成果 那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就乾脆直接教各位 如何上網如何下載這一套軟體 因為它是一個freeware的軟體 所以每個人也沒有版權上的顧慮 所以你可以直接下載沒有關係 只是下載可能需要再用一點時間 再用一點時間 那我們看看如果說網路上下載速度太慢的話 那我們就用隨身檔把這一套軟體安裝進去 好 那我們就